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潔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潔 今集想跟大家說一件事 一樣是驚心動魄 一樣是嚇死人的事 什麼事呢 原來現在21世紀還是有賣豬仔 還有問題是在台灣島被賣豬仔的人多不勝數 這案件是什麼案件呢 是柬埔寨賣豬仔案 這案件在日前引起美國組織關注 做人道救援 但美國的組織 居然宣布絕對不會救台灣人 為什麼是因為浪費米飯 怎樣浪費米飯法呢 其實這個事件已經發生了一段 日子 蔡英文政府有沒有做過什麼事 令到我們台灣島的人 不會再受任何的蒙騙 沒有 蔡英文他冷靜 政府也都後知後覺 現在演戲 交差 甚至乎有人說 不知道 台灣政府有沒有收到回湧 賣豬仔 收回湧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待會就跟大家去 說一說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贊好留言訂閱 文字新事樂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鐺 選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影片 台灣近期有很多人被高薪 誘騙到去柬埔寨從事一些不法工作 包括變成服務其他人的天使 甚至乎被人囚禁 虐待 賣了身體的器官 不單是出賣器官 賣了你的器官 撕了你的器官走 這件事 現在終於引起了台灣那邊關注 因為全世界都賣新聞 還要賣了10天8天 台灣政府才做事 台灣島的警方在桃園機場 折停了很多個 打算去柬埔寨的一些 民眾 並且拘捕了兩個詐騙集團的成員 即是被他們截住民眾 即是豬仔 那兩個成員就要賣這些的豬仔 台灣當地近日傳出了很多民眾 墮入一個海外求職的騙局 集團就以招募博彩服務員為一個工作理由 高薪誘騙一些 發白夢 發財夢的台灣人 在柬埔寨工作 結果他們一落機 立即被犯罪集團的成員帶走 長時間 打一些詐騙電話 已經是好事 接著會怎樣 有些人在當地會被囚禁 虐待 部份人 樣子好一點 更加會被性侵 有些 會被人被責除了一些器官去賣 成為人口販賣的受害者 台灣島的警方在7月份的時候 派一些人員在桃園機場搜尋 攔截了7個計劃前往柬埔寨的人 警方也拘捕了一對負責接送的男女 兩個人提供一連串的 叫做離境服務接送一些民眾 辦理一些護照等等 甚至乎是提供偽造的新冠疫苗接種紀錄 亦都是發放一些生活費和準備住宿的地點 並且有一個接載服務 害怕他們不去 他們在6月底至7月底 一個月的時間裏 已經送了超過100人去柬埔寨 他們中間只賺了53萬港元 即是一個人只貸5千元左右 5千元就可以出賣台灣島的同胞 什麼事啊 OK 他們就說 招聘那裏 打工旅遊 提供機票住宿 一條龍服務計劃 如果安排到每個人有一些回容 就是5千元至7500元的港元 為什麼那麼多人都會一起走過去呢 因為 台灣的經濟真的很差 他們找不到工作 沒有收入 又可以打工 又可以去旅行 挺好啊 還有 那些蛇頭 在網上 懸富 在那裏打工 賺很多錢 這樣那樣 所以 令到那些人 有一個 渴望 賺錢的心 你知道台灣賺不到錢 所以 就有些 貪念的時候就形成了這個騙案 但是 有些詐騙的主管 近日 因為有台灣的警方 引起了全球的關注 他們是 離奇地死亡了 不知道為什麼死亡了 然後 還有一些台灣網民 就發現 原來有一些朋友 在6月的時候 跟其他人一起 去到柬埔寨 擔任一個詐騙的主管 也經常在Instagram發文 去懸富 然後 不知道為什麼那個人 本身沒有吸毒 然後 在今個月月頭 8月月頭 他 被吸毒過量而致死 是啊 你想想 台灣現在發生了什麼事 沒辦法 台灣島內賺到的錢全部都貢獻給美國 買軍備 買難銅難鐵 有什麼辦法 是嗎 好了 文潔你說 6月至7月 大約將100個人送過去 那怎麼辦呢 那是不是 都是100個人而已 沒什麼事 台灣當局 公佈的數字 統計了今年上半年到6月份 是有 6000個的台灣島市民 去了柬埔寨 這個現象是非常之反常 因為其實去柬埔寨的人 一向都不是很多 但是 在半年裏面就有6000人去了 文潔你說一個月100人 不合理 因為 他們只是拉到一條線的人 他們可能有10條線、20條線、30條線 籌款你也知道 不一定是一條線 很多條線 所以 有6000人 現在接獲了有200多人 導入騙局 在柬埔寨被限制人身自由 現在只有大約50人回台灣 其中一個成功回台灣的女生 全身傷痕累累 他當時以為可以月入10萬新台幣 你取消吧 他覺得很好 月入10萬新台幣 你取消吧 2萬多港幣 是呀 結果 在柬埔寨 就 怎麼說 受困了近一個月 又要出賣可以出賣的器官 不是很多個可以出賣的器官 是嗎 然後 幸好偷偷地聯絡到台灣親友求救 受害人的親友也都說了 武裝那些叫做保鏢全部都拿槍的監視 他們會怎樣做呢 先將你運三天 打足三天 然後 三天內只給你一頓吃 嘩 吃什麼都好像 吃好東西 包心刺肚都適難 給蟲器吃都要吃 接著受害者的家屬 不斷籌錢 並且 轉交給當地的台商朋友 協助交90萬新台幣的贖金 受害者的親友就說 那些贖金如果去不了賣器官的水平 他就不會放人 就會將他們移到 去泰國 甚至乎在 本地就把他的器官 拿出來 賣了他 台灣那邊 現在先呼籲 在網絡上面求職的時候 麻煩要小心點 如果是不合理的高薪 在海外的工作 還要是包吃包住包機票等等的招聘內容 要說是 跨國詐騙雜騙的常用 有騙手法 大哥呀 二萬多元真是高薪 那你就想像一下 原來在台灣的生活 真的很慘 賺二萬多元港幣 是很高薪的 所以是不是真的要過台灣呢 所以為什麼那麼多人想台灣島回歸我們的 祖國呢 不無道理 那為什麼有五十幾個人 最終可以回到台灣 因為 有美國的一個組織出手 這個美國組織就叫做全球反詐騙組織 簡稱GASO 就是一個美國的非貿易組織 不是賺錢的 不過 我不知道要怎麼營運 是不是跟人搶一搶 我不知道 總之我對美國的所有組織 都抱著一個懷疑的心態 這件事爆出了之後 這個美國的全球反詐騙組織 很搞笑 他在日前宣佈 沒有預警地宣佈 是拒絕 是絕對不會再去柬埔寨救台灣人 哈 是啊 沒錯 那 美國組織這樣宣佈 台灣的蔡蔡子 蔡英文 有沒有什麼反抗啊 沒有 沒有 可能他想說多謝 不是開玩笑 沒有 也不敢說 美國組織來的嘛 誰敢罵 那怎樣 唯有 讓台灣的警方 就做多些事 截停他們 你們不要去 不要去 不要去 那就是去其他國家 然後再轉 是不是 唉 教育出品不足 台灣的政府不作為 受苦的是什麼 你看到 就是台灣的人民 這個全球反詐騙組織 在東南亞那邊 就是跟不同的地方的警證單位合作 跟著就跟各國的警證單位 切入一些窗口 雙向地提供一些詐騙集團 和一個被害的人的資料 希望可以救回這些被賣豬籍的人士 為什麼這個全球反詐騙組織要說不會去 這個柬埔寨 救台灣人呢 他說 因為台灣現在還是非常努力去做宣傳 而這些賣豬籍的宣傳 還是沒有被政府阻止 你看看 到了現時為止 台灣政府都沒有阻止過他們 去做這些詐騙的宣傳 有程度上 你可以叫自由的 又是騷擾頭 而這些 去柬埔寨的台灣人 他說腦子好像是缺了腦 不知道是不是出生的時候 腦子漏了一件事 做什麼事 他們還是抱著一個說 說得過啊 都沒事的 試試而已 都還是抱著這個 說明他露點你的 他還說不要緊我試試 都還是有這樣的心態 然後 這個全球反詐騙組織就說 老實說 基本上這群台灣人是沒有智慧的 還有救他也是浪費資源 救完他還是那些人會去 神經病 然後政府依然會 繼續給他們那些騙子在宣傳 傻了 就是這樣 這個全球反詐騙組織就說 目前救援行動裡面 已經有一個人 因為這樣而遭受到通緝 宿舍也是組織的一個同事 借貸租下來 現在救了大約60個台灣人 早前救了大約60個台灣人 但是沒有一個人是跟你說多謝的 甚至乎被解救出來之後 想聯絡他們 他們連WhatsApp都不回覆 信息都不回覆他們 甚至乎 那時候 漏夜去救他們出來 半夜 沒有車要走路 都要被他們罵 為什麼你沒有車載我走 為什麼你這麼愚蠢會走到這裡 真是 人有三種 第一等的人 我以前的朋友教我 前輩教我 有本事 沒有脾氣 第二款的人是中等的人 就是有本事 有脾氣 第三款就是下等的人 就是沒有本事 沒有脾氣 別人救了你 你跟他說 你為什麼不拿車載我 如果我是那個人 我多想留他在這裡 說真的 這個解釋一出之後 網友是非常 力撐 力撐這個全球反責任組織 就說 對的 你們這樣是對的 其實台灣人真的是傻的 有那麼多的 叫做之前的新聞報導 說我出來 還有那麼多人 總是柬埔寨 他們那些人基本上是老缺老的 有他們後果自負 不要救他們 謝謝你們毛師傅出來 那些人是傻的 希望可以 有人留言 希望你們可以 將這些集團一網打盡 但是是不是那麼容易 他們這些非貿易組織 說真的 裡面 有沒有某些交易 我們很難說 我們很難說 為什麼他們會那麼容易去救到這群人 又是美國的一些 非貿易組織 我真的不太明白 是不是想多了 不知道 大家有什麼想法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你們 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 文潔紳士大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